今天上午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 经济量化指标的问题 我理解你是讲是没有提到GDP的指标 GDP的增长指标 这个我觉得它已经客观上它的内容 已经融化到其他的相关指标当中 包括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当中了 这次的疫情突如其来 对我们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指标它要有一个可比性 因此今年一季度 甚至包括到现在的很多指标 跟以往是不具可比性的 第二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那么现在世界在文内 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还在蔓延 对他们所在国的经济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确实还有待观察 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 不纠结于经济增长的具体的指标 将使我们更加专注于不断地扩大内息 实施我们内息发展战略 更加专注于实施好我们的 做好我们的六稳工作 实现好我们的六保任务 更加专注于我们大力推进供给车 结构性改革 推进高质量发展 适应引领创造新的需求 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